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998年我自驾车从霍浩特出发到青海去拍油菜花 在途经秦岭时候对面的树在摇晃 我远处了用望远镜我在观察 一看是猴子比较灵动比较活跃 在树冠上来回跳来跳去长得非常漂亮 当时因为我拿的镜头只是拍风光的镜头 2470和70200有点鞭长莫及 我回来之后了 结余下来的三年的绩效工资 攒够了买了一个600的定角的头 拍金丝侯是一个长期性的 不是去一次两次就可以拍到满意的影像 因为金丝侯的活跃其实早上6点到9点之间了 如果这个时间你抓拍不到 今天一天就没有戏了 所以在这个早上我凌晨3点钟我就起床 开始就背着行囊 我带一个头灯 然后照着路我就上山了 前景时候野生景时候到目前 它也没有见过人类 所以它非常怕人类 非常警觉 离猴子最近的距离就是50多米 是最近的 一般情况都是七八十米 如果再靠近猴子 它就瞬间就消失了 就逃着遥遥了 世界亚洲最佳自然摄影奖 野生动物组的最佳自然摄影奖 这幅作品呢 目前在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了 我这看到是一箱 它是啥关系呢 它是一个夫妻关系 它是一个夫妻关系 这是她的丈夫 这是她的妻子 我在暴雨里待了将近七个小时 就那儿站着一坐也没法坐 就在等 瞬间就停了 两只猴子从不同的方向向这棵树 跑来的 跑来两人 有好了吧 夫妻见面了 一下子就来这么动 我瞬间就把它捕捉到 这个毛还是狮子呢 狮子的尾巴是在这个 狮子的江里 我2013年在云南白马雪山拍滇津时候的当中了 偶然间就听到熊在叫 我用望远镜一看是一个黑熊 当时我发现这个黑熊要过来的时候了 正好偶然间呢 穿出一个小牛犊子 在上山吃草了 这个黑熊把这个牛犊子就一巴掌就拍倒 一会儿这个牛就 它那个脖子上的那个喉咙就给咬断了 有一次我在三天当中了 我找不到下山的路 三天我也就是就带了一个饼 饼也吃完了 我也吃过这个树叶 就这样就下山了 尽管存在这么多的风险 但是我从来没有止步 我在家里边19年来了 我只过了三个春节 其他春节呢我都在山里 当地老乡说这个人这么奇怪 我们外托打工的人呢 都在春节期间呢 都很远都回到家乡来过年 你却从大城市里边来到我们山沟里 我最长待了两个月 一般都是二十多天 因为每年的国庆假期 甚至春节的长假 还有每年的这个干部休假有15天 加上周六日有20天 我就这几年了 把这些假期的都攒起来 充分利用这个假期去拍摄 因为我平时和上班 工作和离不开 我父亲1952年到蒙古施工时候 当年回来就买了一台苏联的135照相机 当时是只能拍完了冲出来胶卷 从那个胶卷里边 对着阳光一照射里边有那个画面 吸引我 所以我从小了我就好奇 喜欢 然后就始终没有放下摄影子 从遇到金四后到今天为止 历时19年 静观了我的影像 现在素材达到了45万到50万的影像素材 但是我感觉了 还有一些灵动状态我还没有记录下来 还有一些精彩的画面 可能还没有捕捉到 我今年59岁了 马上年底就60了 我还有两个半月我就正式退休了 我想试图通过今后的拍摄 能把更精彩的影像 更精彩的瞬间捕捉到 呈现给观众 让更多人了解自然 了解这个今时候的生活状态